大家好 我是大树 前不久啊 有四个美国人在吉林遇刺了 那中国外交官呢 说那个是偶发事件 那后来呢 人受伤的美国人啊 出来说到啊 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哪里惹到了那个凶手啊 所有的行凶动机都是中国警察告诉他们的啊 人说呢 刺伤他们的中国人失业了啊 运气也不好 而他们一行人不知道是谁碰到了他啊 所以凶手呢 就拿着刀子啊 从背后投袭 开始挨个割腰子 而最搞笑的是 当时的中国外交官 还就此时特别强调说啊 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 是的啊 凶手去公园 还随身带把刀啊 因为失业了 运气不好 和别人碰撞一下 就拿刀出来害命啊 这得是多么安全的国家 才会出现的偶发事件啊 不过呢 从当时的中国外交官的那个推卸责任的话啊 我们就猜测到了 这样的事情 肯定在今后会再度发生啊 所以果不其然啊 不到一个月 一个针对日本人的偶发事件啊 又出现了 那住在苏州的一对日本母子啊 竟然被割腰子 那么根据现场路人的描述呢啊 当时日本母子二人呢 是在日本学校的校车停车点等人的时候 被那个中国男子砍伤的啊 而且都有被伤 最恐怖的是啊 该男子还企图冲上校车啊 却被当时在场的中国女性工作人员给拦住了啊 但男子随后呢 也砍伤了这名工作人员啊 那目前呢 日本母子二人呢 已经脱离生命危险啊 但是不幸的是啊 校车的工作人员却深受重伤昏迷不醒 那事后呢 当局的警方通报显示呢 称这个犯罪嫌疑人呢 已经被抓获啊 但却没有公布行凶动机 而是强调说 案件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啊 那么随后 中方大使毛宁呢 也对此事进行了官方回复 6月24日下午 两名常驻江苏省苏州市的日本公民逾袭 一名中国公民同时受伤 伤者第一时间被送医并得到及时救治 目前两名日本公民均没有生命危险 受伤的中国公民仍在抢救中 凶手已经被当场抓获 案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我们对发生这样的事情表示遗憾 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 切实保护所有在华外国人的安全 你的第二个问题呢 据我了解的情况 警方初步判断这个事情是一个偶发事件 目前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我想说的是 类似这样的偶发事件 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有可能发生 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 像保护中国公民一样保护在华外国人的安全 这到底是不是偶发事件啊 我们从毛宁的语言逻辑中呢 我们就可以听出一些问题出来啊 就是每当他强调日本人遇袭的时候啊 他后面呢都会附加中国人如何如何做对比啊 那意思呢就想撇清一些责任啊 告诉外界啊 这是一起偶发事件 因为受伤的不仅仅是日本人啊 还有中国人啊 而且受重伤的啊 也是中国人 可是啊 这里面的问题就在于啊 中国警方通报明明说的是 案件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可你大使馆如何又对外果断的宣称说 这是一个偶发事件的呢 因为你要初步认定这是一起偶发事件的话 那么就证明你已经知道了凶手的雄雄动机啊 可是你知道了你却没有公布出来 相反呢 却说案件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那么也就是说呢 毛宁在说谎啊 所以这句话的逻辑本身呢 也就说明了这是一个非正常的恶意伤人事件啊 然而强国政府呢一如既往啊 对此事既不负责啊 也没有正确的态度 而且还试图模糊案件的性质啊 所以我们可以预测啊 在未来的这个中国啊 针对外国人的仇恨伤人事件呢 会频繁发生啊 因为政府的态度决定了这些事件的走向和次数啊 而且呢我相信啊 未来受害者呢 一定会还原这个事件的经过啊 所以这个事件是不是针对日本人的啊 那日后呢必然会有定论啊 另外呢这个事件啊到底是不是一和团运动啊 那对此呢一些国内粉红大咪呢 对此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别动不动就说中国人在针对日本人搞袭击 日本母子在苏州遇袭通报来了 嫌疑人是从外地来苏州的无业人员 目前已被刑事拘留 这件事某些公职媒体和今日网友先别着急给咱自己通报扣帽子 什么议和团什么优行所的 官方都没有给出任何细节和定论 你凭什么就扣帽子呀 你是没看见吗 受重伤的仍在抢救的可不是日本人 而是一位中国人 你凭什么就以此定论中国人在故意袭击日本人呢 这件事背后的真相不一定是怎么回事的 依莎我仔细看了不同角度的报道 大概带你还原一下现场 嫌疑人是在日本学校校车车站发动的袭击 这个时候车站正好有一对日本母女 嫌疑人刺伤了母女之后想要进入校车 但被跟车的中国女士冒死完了下来 具体细节未知 但之后再没有增加其他受害人 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出 这位冒死相救的中国女士 完全遏制住了嫌疑人的后续行动 她身受重伤 目前仍在抢救 那目前从现有的警方通报和各个报道中都可以看出 嫌疑人的袭击是毫无章法可言的 所以要么是精神不正常 要么另有隐情 因为如果是像某些媒体和网友口中所说的是仇日 那么为什么不对日本母女进行进一步的伤害 反而是重伤了一个中国人 这合理吗 所以这件事当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犯罪嫌疑人是在针对特定人群 只是恰好发生在了日本侨民聚集区而已 而蹊跷的是 要知道我国可刚刚开放了144小时免签 就发生了这种毫无原因的针对外国人的暴力行为 你不觉得反而更像是敌特在有意制造事件 想把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向恶的方向定义 从而下退外国游客吗 粉红的逻辑呢就是很不一样是吧 国人工作人员呢也被捅了啊 就能说明凶手不是恶意针对日本人的啊 这个有点牵强啊 就谁不知道粉红的行为和这个义和团的人 他们是一类的对不对 谁不知道这个粉红呢有多恨日本人呢 是吧 这个当初的农夫三权事件 不都证明了粉红对日本的仇恨值 是吧 这么样的一个民族企业 粉红下手的时候不还是重击吗 是吧 所以啊 这就是为什么这名中国人受伤 受的是最重的啊 因为凶手把所有的仇恨值都用在了这个国人身上啊 只因为他为日本人服务啊 为日本人说话 给日本人干活啊 那不过呢 就是在我眼里呢 这个受伤的国人才是真凝凿 真了不起啊 其实大家都应该感谢这名国人啊 因为要不是这个国人拦着啊 这车上的日本小孩肯定都得着痒啊 那接下来中国面临的问题 就不仅仅是外交问题了啊 那极有可能会引起这个战争 最后呢 我想说啊 现在的这个中国呢 其实已经病入高盲了啊 就国家的这个大使在处理这些事件上啊 我们不仅看到了他们的能力啊 我们还看到了他们的处事态度啊 无论是能力也好还是态度也好 这些都是极端的啊 所以他们的极端行为呢 已经证明魔共正在走一条不归路啊 所以魔共如果要不能自然解体啊 中国不能有一个明军出现的话啊 那么我相信未来的中国必定是一盘闪杀啊 那早晚有一天呢 中国会有一场内战啊 或者说会有一场针对中国的世界大战会爆发啊 因为魔共不仅仅是在改写世界的规则 他更多的是在颠覆与破坏 而世界人也会在容忍他的同时 积累更多的仇恨值啊 所以呢 未来会怎样啊 大家是可以预见的啊 那么今天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啊 好了 我是大树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就一定不要忘了订阅点赞转发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 见